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53集 真的有埋伏 太阳落山后 天色保持了相当久的清明 然后才被夜幕替代 移出地势较高的山坡 使团队伍在这里点燃篝火 打起帐篷 女眷没有下车 裹着波毯睡在马车里 许清安等高官塑在帐篷里 底层的侍卫 则围着篝火睡觉 好在中春的季节 夜里不冷不热 有风吹来 还蛮舒爽的 就是蚊子多了些 对这些体魄强健的肥羊 甚是喜欢 啪啪声不断响起 士兵们骂骂咧咧的驱赶蚊虫 许清安巡视回来 见到这一幕 便知使团队伍里 没有准备驱蚊的草药 顶多储备一些 治疗伤势的金创药 以及常用的解毒丸 至于驱蚊的草药 做不到那么惊喜 为什么蚊虫如此之多 大理四成穿着白色单衣 从帐篷里钻出抱怨道 耳边嗡嗡嗡的 尽是聪明 如何能睡 如何能睡 养尊处优是文官的通病 早前在船上 虽有摇晃颠簸 但都是小问题 人人就过了 走路路要艰苦很多 没有大床 没有茶几 没有精致的食物 还要忍受蚊虫叮咬 两位御使听见 大理四成的抱怨 立刻钻出来复合 愁眉苦脸 这个时候 就显得许清安的提议 有多么的愚蠢 如果不改陆路 他们现在还在水里漂着 有松软的大床水 有单独的房间休息 拥有铜皮铁骨的楚相龙 不怕蚊虫叮咬 淡淡的嘲讽 既然选择了走路路 自然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们才走了一天 现在改走水路 还来得及 许清安取出一把特制的香料 我这里有蛆虫的香料 取一块丢入篝火 便能驱逐蚊虫 士兵们大喜过望 按照要求 从许清安这里 领取香料 投入篝火 香料在烈火中 缓慢燃烧 一股略显刺鼻的浓香溢散 过了片刻 周围果然没了蚊虫 真的没蚊虫了 舒坦 这一下子可以安心睡觉了 多亏了许大人 一堆堆勾火边 士兵们毫不吝啬自己的称赞 许英罗的香料 解决了他们眼前的困扰 没有蚊虫叮咬后 整个人都舒服了 幸福感就是从这些小待遇里开始的 如果换一个官员领导 肯定不会在乎他们这些底层士兵的小烦恼 更不会去想 夜里没睡好 明日就会疲惫 还得赶路 恶性循环的话 会导致整支队伍战力下滑 而士兵的幸福感增加了 也会反馈给领导 对领导愈发的恭敬和认同 就比如许清安提议改变路线 走更艰苦的路路 整个队伍私底下冤声载道 但不包括百名禁军 他们半点怨言都没有 这就是认同 两位御使和大理四成 要了一块香料 回帐篷里用香炉点燃 取闻效果立竿见影 果然没有再听见嗡嗡嗡的叫声 许大人竟连这种小玩意儿都准备了 不愧是破案高手 心思细腻 督察院的御使从帐篷里钻出来 大声称赞 不远处的马车里 婢女们嗅到了淡淡的香味 心喜道 这味挺好闻的 咱们也去取些来烧 去去蚊虫 诶 取什么呀 许英罗与楚将军正到矛盾呢 你别这个时候自讨没趣 不会呀 许英罗性格挺好的 对我们女子也为温柔 我说的是楚将军 咱们是王府的人 心里要有数 就算许英罗再好 咱们也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 明白吗 是啊 而且我听说是许英罗要赶换陆路 我们才那么辛苦 真是的 这话一出其他婢女纷纷声讨许英罗 讨厌讨厌的说个不停 王妃蜷缩在角落里 不屑的痴笑一声 虽然他也累 他也怀疑过水路是不是真有危险 也对许清安的判断有过怀疑 可他坚决拥护许清安的决定 宁愿吃点苦 遭点罪 也比遇到危险要强 大理寺城掀开帐篷的帘子 望着与士兵同坐的许清安 许大人有几成把握 他指的是水路设服的事 委婉的提醒许清安 要考虑赌约的事情 毕竟拿人手软 大理寺城和许清安也没仇恨 不待见他 主要是大理寺清和许清安有大仇 作为大理寺清手底下混饭吃的官员 他的屁股得作证 我哪来的把握 让杨燕去踩陷阱 本身就是试探 许清安微微摇头 没有说话 一位御使说道 掐住算时间 杨金罗也该到刘石滩了 有没有埋伏 想必已经知晓 他何时与我们碰头 我沿途又留下暗号 他会寻着过来 以金罗的矫程顺着暗号追上来不需要多久 最迟明日清晨 最早可能今晚就能追赶上来 楚相龙和几位文官们沉默了下去 各有所思等待着扬艳的到来 过了半个时辰 众人进入梦乡 呼噜声宛如蛙鸣 此起彼伏 许清安没有睡 拿着一根枯枝 在地上斜斜画画 推敲着去了北境后 自己该怎么查案子 查清案子后 又该如何在不惊动镇北王的前提下 将证据带回京城 这件事最麻烦的地方在于 他对镇北王无可奈何 而镇北王要对他做什么却很容易 大理四成他们对案子态度消极是可以理解的 估计就是走个过场 然后回京城交差 血涂三千里 却没有一个难民 这不合理 这一路北上 我要好好观察 一头扎到北边 那是傻子才干的事 楚相龙坚决反对我走路 未必就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他想让我直接抵达北境 而到了北境 我就成了任人拿捏的傀儡 想私底下查案 哼 做梦 念头分成间 突然他捕捉到一缕气急波动 从远处传来 徐清安豁得起身 右手比脑子还快 按住了黑金长刀的刀柄 另一边 楚相龙也睁开了眼睛 目光犀利 两人没有眼神交流 而是一起望向了南边 黑夜中 一道身影缓步而来 背着银枪正是杨燕 见到他的刹那 许清安和楚相龙露出 各自的紧张和期待 前者弯腰拾起水囊迎上去 唐儿 情况怎么样 杨燕接过水囊 一口气喝干 刘士滩有一条蛟龙埋伏 船只沉没了 果然有埋伏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莫非定立全宇宙通用吗 许清安心里一沉 最后那点侥幸荡然无存 真的有埋伏 楚相龙握紧刀柄 篝火映照着微微收缩的瞳孔 唐儿 你先坐 我去喊三思的人过来 他们立当一起听听 了解情况 许清安招呼杨燕在篝火边坐下 又把装着干粮的包裹递过去 然后他挨个的进入帐篷 唤醒了浴室 大理寺城和刑部陈捕头 陈捕头钻出帐篷看见杨燕 想也没想略显急迫地问道 杨建罗可又遭遇埋伏 两位御史和大理寺城紧盯着杨燕 六十坛有埋伏 传之沉默了 如果我们没有改变路线 今日必定全军覆没 杨燕的脸色凝肿 还真有埋伏 真的有埋伏 大理寺城一颗心悠悠地沉入谷底 全军覆没 两位御史脸色微变 猛然地看向许清安坐一道 多亏许大人寄警 提前判断出埋伏 让我等多归结 刑部的陈捕头 看向许清安的眼神里多了敬佩 对这位顶头上司的敌人 心服口服 大理寺城提议 我们到账本里说 许清安点头 换来已经苏醒的陈骁 吩咐道 今晚别睡了 大家提起精神来 好好巡视 大人放心 陈骁在旁听到了全过程 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脸色凝重地点头 许清安当即随众人进了帐篷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